古早事農工商四度而已 阿哥給他來政經了 所以甚至生活很困難 你在有頭路、在有水管 好像可以科技而已 好像可以科技師都科技而已 唐朝在武則天那個時代 那個興起的一個政治氛圍 是開平盛世 50年之後還有養生的房地、爭光智慧之類的 大開科技制度 那個時候全國所有的 在做產的啦 派對的啦 他們不讓他們的事實 都做這麼辛苦的生活 所以會鼓勵、鼓勵、鼓勵 什麼招逼螢光 跟我們看到的古裝劇令彩成 令彩成就是 以前就是這樣 他學會很好 沒有做養生的 只有一班而已 科技制度 那個要留宿的 禁宿、秀宅 還要經過相聚 還要電視才會有禁室 禁室第一名叫壯園 第二名榜園 第三名燙花 所以那個門很窄 只有一趟可以錄取 那九十九拍在幹嘛 那九十九拍很可憐的 比如說 他們臭不流口是造餐 這樣輕輕 讓他們攀 screw 我這麼是精打 走 вès 如果博物條 那麼 沒有一個人的OK 所以那禮拜就抬起來了 那禮拜就抬起來了 那禮拜叫做鐵的口儀罐 就是我這樣算了算了 不然我就經常學到時了 學會很好喔 古早的胸膚可以三顆 自己的目色可以三顆 可以看影像 譬如說可以做你的目光 還是可以看你的目光 那麼他的心情嚴格是這樣子 然後經過朝拜的替拜 他再慢慢再呼吸起來 然後今天這個生理室的心理室 我們就要帶這個獎盤就下課了 十天六合佛 那麼但是這句話要記住 人像學探討的是健康 個性跟智慧 看上就是你看這三個 這三個是一個 X Y Z 三組 有人說 財務 都保留在這三個裡面 你有健康個性好 好 本來就是人家會幫你提法 你的事業跟財運 都綁在這三個裡面 婚姻情感都是在這三個裡面 好這是相學的一個文言文 他意思是說 事不須疑生且活 意思就是說 我們的旁 會流水 就是要親要看 要抖 眼睛 眼睛 天哪 嘴 天哪 會流水 就是江華的合姬 我們中國哲學 我們中國哲學最高的就是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的思想就是說 天經有二萬千 天經十五二萬千 人的三萬千 人的三萬千 整體型 所以他會用天心跟地環境做一個比布 在這個比布之下 我們的五官會流水的 叫做江河 江河要清 要看 要抖 譬如說人中 人中要抖 要看 要清 所以 女孩子人中抖抖 抖抖 那都要算過程 二千 子宮後區 比較多 這是統計學 不科學 但是每年逼中 所以 我們的 年輕人 帶一個 女朋友回來 第一看抖抖 第二看抖抖 要來清洗 清洗 如果可以看 清洗清洗 他人中抖 他的肚子 下一個肚子 他肚子 八斤 這會洗 但是只看會洗而已 要洗幾個肚子 要再看眼睛 眼睛還有電視場 眼睛還有電視場